大家好,我是小安,欢迎您来到我的频道 在好多种矿物质中,人体需求量最大的就是钙 人体内98%的钙都用于组成骨骼 骨骼内部不断地发生着新旧更替 我们在三个岁前没有储存足够的钙质 那么之后呢,也没有补充足够的钙 随着年龄的增长,骨质丧失越来越多 最终无法支撑身体,身体很容易骨折 甚至患上骨质疏松症 所以呢,一生中各个时期都要从膳食中吸收足够量的钙 一说到补钙,好多朋友们都会想到 骨头汤,豆浆,奶片,等等 其实这些食物里面并没有大家想象中的那么多的钙 今天就给大家详细地说一下 那些片人的补钙食物 好多种补钙的食物都是不对的 而且呢,也不含钙量的 钙量非常非常的少 以后朋友们不要再相信了 第一个呢,就是骨头汤 骨头汤在补钙界已经享有名声了吧 其实呢,并不是那么多的钙质 而且骨头里面的钙呢,很少很少的 骨头里的钙其实以磷酸盐的形式存在着 无论你怎么高温熬煮 钙也很难溶解到汤里面 中山大学公共卫生学院营养系的 江卓琴教授就曾做过实验 同样用一斤猪骨棒来包三种汤 一锅是取了400克的猪肉 用压力锅熬上一个小时左右 一锅是压力锅熬煮了一个小时的骨头汤 第三锅是瓦宝熬了4小时的骨头汤 结果发现三种的钙浓度没有什么区别的 平均在1.0-1.2毫克 每100毫升 从海干料来说 几百碗骨头汤才能抵得上一杯牛奶呢 很多朋友们都喜欢拿豆浆和牛奶比较 但是论为钙呢 豆浆还真不如牛奶的钙多 在一般的情况下 豆浆中的含钙量均值为约100毫升5毫克 仅为头能量牛奶的20分之一 老豆腐的30分之一 油菜的20分之一 我们健康的成年人 每天的钙需要摄入800毫克 喝300毫升的豆浆呢 也仅仅只能提供15克的钙 可以说是杯水车心的感觉啦 虾皮呢 好多朋友们煮汤或者是煲水饺的时候 都会放一点虾皮 一是为了增鲜 二是呢 觉得虾皮的钙质非常的多 其实呢 并不是这个样子的 虾皮的含钙量确实很高 每100克虾皮中含有991毫克的钙 不过钙含量高不等于补钙效果好 我们一般把虾皮当作调味料 吃的量并不是很多 起不到多少不钙的作用 而且虾皮呢属于是海虾做的 含颜量挺高的 吃多大对身体没有好处的 特别是三高的人群啊 一定不要多吃虾皮 还有一个就是奶片 好多朋友们都认为奶片的含钙量特别的高 其实呢 并不是很高的 10粒奶片200克 约含3克蛋白质和60到80毫克钙 每天至少要吃100粒奶片足足2000克 这个奶片是不限时的 钙含量非常的少的 接下来再给大家说一说 真正补钙的食物 其实呢 超级大多 一呢 就是工人的牛奶 牛奶是补钙的小能手 每100毫升牛奶 约含104克的钙 不过好多人为了补钙 加倍的使用牛奶 喝一些高钙牛奶 其实这样做有没有必要呢 从钙含量来说呢 高钙牛奶有一定的优势 按国家的标准规定 高钙牛奶中的含钙量呢 至少要在每毫升120克以上 但是普通牛奶中的钙为乳酸钙 吸收率特别的高 而高钙牛奶中则是强化的碳酸钙 或其他的钙质呢 吸收率会稍微的低一些 牛奶本来就属于高钙食物 与其为了追求更多的钙 花更多的钱 倒不如多喝一些普通的牛奶 同样属于是豆制品 豆浆补钙是不行的 而豆浆的其他兄弟姐妹呢 是可以的 比如豆腐 豆干 都是非常的不错 在补钙上面非常的靠谱 黄豆里的含钙量也不输牛奶 只不过黄豆里含有 脂酸草酸纤维 不利于人体吸收钙 黄豆做成了豆腐 豆腐干豆腐皮 去除了一部分的脂酸等物质 钙的吸收率比整粒的豆还要高 也更容易消化更容易吸收 豆腐制作的时候呢 需要加入石膏或者是卤水 石膏呢含钙量很高的 而卤水呢是含美的 所以呢两者都能增加钙的吸收 因此推荐大家尝试豆腐干 豆腐皮 豆腐等豆制品来补钙 第三就是坚果 坚果食物含钙量要比较高的 比如100克坚果中生子的含量 815毫克 花生含钙量284毫克 新人含钙量141毫克 坚果的热量呢会比较高一点 吃了会容易发胖的 每天上一小把就可以了 再来就是绿叶菜 绿叶菜呢是不干的能手哦 比方说油菜 每100克含钙量108毫克 小白菜100毫克含钙量90毫克 跟100毫克的牛奶 提供的含钙量差不多的 而且含钙量高的食物呢 热量也比较高的 一不小心吃多了 就会变成身上的肥肉 成都中医药大学段威老师 对此给大家列举了好多的高钙大户 精彩四川人叫做干油菜 精彩的含钙量呢特别的高 精彩每100克 大约含钙量有294毫克 同时含有其他的多种维生素 营养价值非常的丰富 剑菜呢有红色的 还有绿色的两种 含钙量都非常的高 绿剑菜相对来说更丰富一些 还有就是薛力红 每100毫克薛力红 大约含钙量230毫克 同时还能够提供大量的膳食纤维 段威老师还表示了 绿叶里的蔬菜不仅含有丰富的钙 同时还含有大量的膳食纤维还有维生素 以及大量的微量元素 还有铁钾元素 以及大量的钾美元素 可以帮助维持人体内酸碱平衡 减少钙的流失 所以平时我们不应该忽视不钙蔬菜 但是呢一定要注意一下 我们在烹饪蔬菜的时候呢 如果有草酸的食物 我们一定要焯下水 去除草酸 草酸和钙结合会形成不溶于水的草酸 钙沉积在身体里面 影响钙的吸收和利用 再给朋友们说一下 影响钙吸收的好多食物 它不仅影响钙吸收 而且会悄悄的透走你体内的钙 第一个就是浓茶 浓茶呢含有绒酸 第二个就是酒 酒精会损伤消化道 影响钙吸收 三呢是咖啡 咖啡醉魁祸首是咖啡中的咖啡 鹰和果酸 还有就是含颜量特别多的食物 那些含颜量高的食物 腊肉 还有腊鸡 腊鱼等呢 影响体内钙含量吸收 因为盐含有钠元素 而在身体钙的吸收 存在竞争关系 所以呢一定不要吃的盐太多 好了家人朋友们 以上就是我今天要分享的养生事情 如果你也喜欢我的视频 记得帮我点赞关注 订阅我的频道 我每天都会更新不一样的养生美食视频 我们下期视频再见